群雄聚变真替望穿惊喜论设计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出席第十四届全国大专辩论会 十六强出赛现场 这一场的赛事变题为 我国公民应不应该更走向 更走 不好意思 我国公民应不应该走更激进的路线 正方是来自公益大学的队伍 而反方则是来自理科大学的队伍 好 事不宜迟 让我们将时间交给今天的大会主席 谢谢 谢谢大会司仪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十四届全国大专辩论会 十六强出赛 现在让我来为各位介绍今天的正方双方代表 正方是来自公益大学的队伍 一辩陈嘉阳 土木工程系一年级 大家好 二辩刘忠伦行销系三年级 三辩杨吉红电子电讯工程系三年级 大家好 四辩蔡月贤会测系二年级 大家好 请代表公益大学向大家问好 反方是来自理科大学 一辩曹嘉琪传播系三年级 二辩郑小斌应用统计系三年级 三辩吴慧应管理系三年级 四辩郑天立环境工艺系博士研究生 介绍完变手后 现在让我来为各位介绍今天劳苦功高的评审们 第一位我们有廖潮吉先生 廖潮吉先生是IFM节目主持人 也是专栏作家 第二位我们有罗智昌先生 罗智昌先生是人民公正党会议总 不好意思 人民公正党副总财政 并担任多届全变亚太变事变的评审 最后一位我们有黄冲涵小姐 冲涵小姐现在是NTV7新闻主播 好 经过了那么多场的比赛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对我们的赛制有充分的了解 那我今天就不为大家介绍赛制了 现在让我们直接介绍今天的辩题 今天的辩题是 我国公民运动应该不应该走更激进的路线 正方的立场为应该 而反方的立场为不应该 好 我正式宣布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请正方一遍为我们开篇立论 时间为四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自独立以来 我国人民从以前的政治冷感 到渐渐的关心政治 再进一步的察觉弊端 到最后大胆的提出不公平诉求 马来西亚的民主艰辛都在前进 这个前进的过程是非常欣慰的 但是这些欣慰的背后 我们又是否知道 每一个民主的成熟 背后有多大的阻挠 对着当局者的奋斗呢 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现有的前进 是否让人民更有效地提出全民诉求 让人民更加懂得利用手上的一票 看看现今的格局 竞选门的八大诉求 到最后 有多少条诉求是得到改革的 绿色集会 对制造稀土厂的反对声浪 是否成功地吊销了稀土厂的执照 反占价集会 对高涨的生活费无奈地升渊 换来的是纳税人的 纳税的减少还是增加 对选区划分的不公平控诉 得到的又是认真的看待 还是敷衍了事呢 事实上 民主成熟化的过程 就像一股逆流 不进则退 而媒体法令的不自由 煽动法令的模拟两可 乃至公民本身 对公民权益的不够了解 正正是我国加速民主成熟度 的阻碍与阻力 什么是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就是由公民团体发起 对政府提出诉求的组织活动 而公民运动必须远离 政治利益的操控 为了要突破重重障碍与难关 公民运动就必须更激进 也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 面对和前进 那么我国人民应该如何 更激进地去推动公民运动呢 首先更有组织性地 去推动公民运动 有组织性的公民运动 需要更积极的领袖来带领 公民运动趋向光明 我方提倡公民运动 能强化其组织 例如设立更专业的法律咨询 和更多的教育单位 各施其职 这是为了完善化 公民组织的运作效率 让公民组织更能履行 提升大众民主素质的使命 第二 提高公民运动的渗透率 与广泛性 我国现今的公民意识的捍卫与实践 只局限在特定的地区 而我们需要做到的 就是广泛地把民主意识 从城市带到乡村 从西马带到东马 从知识分子带到普罗大众 让大家都有民主意识 加速民主的成熟 第三 更有持久性地提倡公民运动 各位 我们不能每每到了大选的前夕 才积极地去灌输人民 关于公民的权益 反之 应该借助公民运动的觉醒 持续地去教化民众 让许多人民 还是无法在不受任何利益的影响下 做出理智的选择 投下神圣的一票 实然 这是一个长期的教育 灌输民众公民意识 用自己手中的一票 当成和政府洽谈的筹码 加速民主成熟 各位 公民运动 优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当我们循序渐进地推动公民运动的同时 不要认为阻挡民主进程的逆流 是禁止的 在对民主成熟的重重障碍之下 我们也只能更激进地进行公民运动 才能为民主的未来踏出我们向前迈进的一步 谢谢 谢谢正方一变 现在我们有请反方除了四变之外 任何一位辩手对正方一变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大家好 首先请对方便有重庭民防的立场 我防的立场是我国公民运动应该走更激进的路线 好 是激进 那请问对方今天激进跟要前进有没有区别 激进就是为了前进而激进 激进是前进的那个动作可是有没有区别 今天我在前进的一直打比赛可是我又没有很激进 对方告诉你激进从英文是radical radical讲的是不惜一切手段 手段强硬跟你的前进有没有区别 那前进我都说了是激进 激进是手段强硬有还是没有区别 有区别 所以今天从对方搞中我们看到对方偷换概念 对方告诉我们不进则退等于激进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概念 从此点当中我们看到激进应该是不惜一些代价 手段强硬 所以请对方不要再偷换概念了 问你第二个问题 您说今天民主化民主成熟度是不进则退对吗 对 是那请问你 竞选们今天在进还是在退 竞选们在保持 好保持是不是前进的一种 不是前进的一种 对方如果保持就是没有进的话 竞选们就是在退按照你的立场 因为不进则退 我都说是保持的对方便宜 所以竞选们在做是退步 竞选们对按对方立场 您的第二点告诉我们要有组织性 竞选们现在做是有组织性的 加强组织的那个策划 为什么变成不进则退 对方便有 他有在做 可是同样的阻力也在增加 阻力的增加 按照您的观点 有组织性在做 可是您的观点是有组织性之后 在做也不叫做进步 所以我们提倡更积极 所以对方自相矛盾 前面是不进则退 可是后面有组织之后 突然间变成退步了 好 对方更积极嘛 今天我更积极的参与这档比赛 是不是我手段越来越强硬 谢谢 好 现在我们请反方一变为我们立论 时间为两分钟 时间为四分钟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对方就对第一通换概念 他告诉我们更激进就是进 进没有更激进就是退 然而更激进只是指手段上面的强硬 和不惜代价的斗争的时候 对方是要告诉我更激进的画面是什么 而不是一个进一个退 因为在我方的立场有组织性的活动我们也有做 加强基层的组织也有做 保持这样子的持续性的活动也是一种进的时候 对方不能告诉我们他是进我方是退 第二对方告诉我们更激进就等同于更积极 然而激进一词源自于英语的radical 告诉我们是手段上的强硬 不惜代价的激烈斗争 主张大乱才能够大治 为什么这些定义就等同于 一直是更积极对方要交代 根据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 公民运动是指人民组织起来 在拥有共同的目标下 以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去促进 或者是抗拒社会的变迁 纵观现在我国的公民运动 从学潮运动、华教抗争 到现在的竞选盟和绿色集会 都不难发现我国的公民运动 都处在一个非暴力的抗争阶段 具体的形式为书面抗议 甚至是商街游行 更激进的路线 就是只当诉求不达 就从非暴力的阶段 往行动升级的方向迈进 要让公民运动遵循着 提升激烈程度的根本方针 从不合作的罢工或抵制 到占领政府部门 作为惯性选择 因此今天要判断应否 就要看更激进的路线 是否能够做到提升诉求的成效 以及它的代价可否承担 我方主张 我国公民运动不应该是更强硬激烈的 原因有二 第一 短期来说 更激进只会使诉求轻易失交 无法凝聚民心 不力实现诉求 公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动员更大的力量 关键是在它的道德形象 参与者 它抛开自身的身份 为诉求做出牺牲而非破坏 要知道过去的民运不但只是被当权者不断地打压 还被当权掌控的主流媒体粉饰太平 让报道有失偏颇甚至是捏造事实 好比如竞选门大集会 参与人数不但只是被大大删减 被大肆报道的 更多是集会的冲突而非集会的诉求 如果我们更激进的罢工占领 只会让有心人士继续捏造 让民运的道德形象大打折扣 民运凝聚民心就处在劣势 这也是为什么竞选门他一再强调要和平集会 不要让报名和民运画上等号 而非更激进 在香港一向支持和平游行的市民 在面对更激进的占领中环运动 也遭到七成市民一反常态的反对 因此要让公民运动的诉求 我们要的是踏实经营而不是更强硬激进 第二 长期而言更激进颠覆社会秩序 牺牲法治 典当公民社会 代价不可承担 公民运动作为民主抗争的对策 我们要做的只是书面抗议 静坐和平游行等非暴力的社会运动 因为一旦演变成 只要有诉求就有强行占领的理由 我们会把挑战法律底线和社会秩序 作为民运的惯性 这和挑战法治和典当法治社会有何区别 再来 为了正义的诉求 因为不恰当的手段 就会流失它的震荡性不值得 为了向当权者施压 不惜走向泰国一样 不要参与投票 违反民主程序 这种打着民主的旗帜 却采取推翻民主制度的行为 和典当公民社会有何区别 过去更激进 让曼德拉从非暴力走向以暴制暴 带着武装部队去袭击的时候 这绝对不是我们应该拥抱的主流价值 因为这样做就会失去民主社会 不应该 谢谢反方议变 现在我们有请正方向反方议变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大家好 想请我对方主编呢 您今天做这个 林方的基金到底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基金 要看的是它原本的词 所以它原本的词 不是要根据褒义或贬义 你要看的是原意 那个radical的原意呢 是不惜代价手段强 是你方为这个 手段强硬 不惜代价的激烈斗争 是你方为基金所诠释的这个定义 对不对 是源自于英语的词 不是我方自我诠释 所以源自于英语 你方就非常相信这个词 对我们当然是要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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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的原因 你觉得这个竞选盟 你觉得它激进吗 竞选盟不激进 不激进在哪里 因为它走的是和平集会 所以这个竞选盟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 它的代价相对比较少 对方没有关系 请问对方便有 你觉得今天竞选盟的成效有没有达到 成效有 因为它有扩大到感染 八大诉求实现了哪一个诉求 实现了两个诉求 但是人民已经知道了 哪两个诉求实现了呢 对方便有 点墨资 这个墨资你相信吗 真的是完全不退色墨资吗 所以对方便有今天说 这个不激进的手段 可以达到成效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成效 并没有达到的时候 对方第一个论点不成立 在存在对方便有了 你觉得公民运动是不是为了要达 是不是要达到这个民主成熟的制度 公民运动是为了趋向走向民主 所以你觉得民主成熟 是不是等于公民运动的成熟 公民运动会使民主的成熟 公民运动如果公民运动 所以对方便有没有关系 我再请问你 你觉得我们在实现公民运动的时候 有没有阻碍呢 公民运动有 有阻碍 所以你觉得公民运动 是不是推动民主的一股推动力 它可以是 好 这样如果我有推动力又有阻碍 您方的不激进怎样来的突破 我没有不激进 我这是用温和的方式 好 您方的温和的方式 怎样突破这个阻碍 提高公民仪式 提高公民心觉 突破了吗 正在当中 达到成效了吗 成效绝对会达到 所以对方便有 谢谢 好 好 谢谢双方便手 现在我们有请评审填下手中的积分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诚词环节 先有请正方二便为我们发言 时间为三分钟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对方便有的一开始就指着我方的定义 说我方就请问对方便有的 今天对方对这个激进的定义是从哪里来 对方告诉我们从英文 英文上面有提到这个激进 这个radical它的特质是不惜代价吗 它的特质是手段强吗 这个是对方便有解释不了的 所以我算访了 今天我方跟对方都有对这个激进的不同的定义上 有不同的诠释的时候对方也不能否定我方的这个激进 也就是积极 积极的去前进的时候 这个定义上的这个区别对方是不可以否定的 再来对方便有从今天对方便有的论点 对方便有的第一个论点告诉我们 今天他以不激进的手段 今天为什么还要我们公民运动 不应该要走更激进的路线 是因为如果我们走更激进的话 成效不会达到 那么请问对方便有 按照您今天您温和的走这个 温和的走这个公民运动 您的成效达到了吗 同样的也还是没有达到的时候 对方的第一个论点怎么能够成立的 就好像竞选们八大诉求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实现两大诉求 那两大诉求对方便有 第一个不退彩墨资 请问这个墨资真的不退色了吗 这个墨资同样的还是退色 请问这个八大诉求 又到底实现了多少个诉求 再来第二个便有对方告诉我们 这个如果他走温和路线的话 就不会有任何的代价牺牲 然后就只问对方便有 那么你走温和路线有没有代价 对方承认有 同样的激进也是有这个代价 不激进也是有代价的时候 您方怎样成立您的立场 再来对方便有今天告诉我们 今天其实我方跟对方达到的共识是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共同的 公民运动共同的意愿 就是达到这个民主的成熟度 这一点对方也不能够拿 这个民主成熟度 来成立对方立场 再来我们看 今天对方便有说 公民运动 这个民主的成熟 为了达到我们民主成熟的共同意愿的时候 公民运动的确是一股推动力 让我们走向更民主 这使对方可能忽视了 在我们走向更民主的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一股阻碍的力量在阻碍这里 我们说这个人民的诉求政府不理会 我们可以说这个媒体自由受到限制 这一个也是我们受到了 公民运动受到的阻碍之一 这些阻碍 如果按照对方的这个温和路线来前进的话 请问你要怎样突破 你要怎样达到你的成效 你要怎样不顾代价的去达到你的成效 这个是对方被我完全没有解释的 所以我们今天说 这个民主制度 今天我们要达到让我们民主制度更纯熟的话 我们要不进而退 我们就好像这个逆水行舟这样 我们行舟的那个过程 就好像我们的公民运动在前进 而这个逆水就好像我们公民运动所面对的阻碍 如果今天我们不要更积极的前进的话 那么岂不是会被这个逆水越推越后 越推越后 那么你怎样走到你的成效去了呢 这个对方没有也解释不了了 所以今天对方没有告诉我们的这个两个 所以总结对方没有 今天对方的第一个论点告诉我们的是 他说这个成效没有达到 对方没有走温和路线会达到成效 对方没有解释 好谢谢 谢谢正方二辩 现在我们请反方向正二进行派 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对方你好 您觉得温和派是不是什么都不做 我觉得温和派在我方定义来不是什么都不做的 有前进没有 不是 有知为什么不是前进 我是说按这个温和派 如果你已经要转温和派的话 你就必须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的时候 所以前进不等同于激进 但是他前进的这个速度是相对来讲比激进更慢的 所以现在好 双方要比较是前进的速度 那按照您方便有的说法 什么叫做前进速度比较快 占领国会会不会前进速度比较快 占领国会是煽动者的这一个 请问这个安美派 如果不考虑速度比较快 那您方的标准什么叫做前进速度比较快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安美派有号召这个领众去占领这个下议会 所以安美派走的是温和派不是激进派 那我请问对方别有 你打算怎样用加速 安美派应该怎样加速 我们可以说他应该更激进 怎么更激进了 今天对方别有说 这个安美派他走温和派没有达到成效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应该说 那我问您了 温和派我可以不可以进行加强组织性的运作 可以 可以所以不管您方激进才能够做的事情 来请问对方别有温和派可以加不加强渗动性 从城市走向乡区推广选举教育可不可以做 这些我方都承认是激进跟不激进都可以达到的 告诉我所谓的组织性渗透性两者都不能够成立 叫做更激进的路线应该走的理由 再问请问对方便有温和派可不可以持久性 对方便有我方已经承认 今天我方说系统性持久性 这些都是对方 可是我们要看的时候 对方今天您的温和派到底有没有冲破阻碍 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所以您方更激进的点在哪里 我方更激进的点就是我们 持久性不能够成立 持久性不能够成立 渗透性不能够成立 您方更激进的标准在哪里 我方更激进 我们今天要表现更激进的手段 就是跟对方在于 我们要怎样打 我很正面的 所以对方没有 我们今天说要怎样突破这个阻碍 才是我们更激进 相反对方的这个温和派根本不能够冲破阻碍 八大诉求只落实两项的时候 您方突破阻碍的具体方式是 我们就是要达到这八大诉求 我们人民的诉求 就是要得到这一组的肯定 谢谢双方变手 现在我们有请反俄 为我们进行诚实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其实谈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对方主编告诉我们的是 所谓的激进 叫做积极 叫做前进 有行动 对方开出标准的是 公民运动应该更前进 可是各位 对方都可以说 温和派同样可以像对方一样 做所谓的组织性的动作 加强组织性 同样也可以做的是 加强渗透性 从城市走向乡区 也同样可以是持久温和的 这一个运动继续前进 按照这样子 对方都能够同意的情况底下 到底对方所谓更激进 应该要存在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对方的主编稿完全没有在论证 再看 但对方并有所谓 没有不敢具体正面交代 什么叫做前进的速度 比较快的具体方针是什么 所谓前进速度具体方针 我方可不可以提个建议 如果您觉得 推广选举教育比较慢 你更激进 想要达到成效的效果 会不会是 选举委员会没有进行 划分选区公平的制度 所以现在竞选们 应该是占领选举委员会 情况底下 直到他选区划分公平为止 这个会不会要前进速度 要告诉我的是 这种前进速度比较快的方法 为什么称之为不应该 为什么称之为应该存在的理由 那是您方今天才真正 应该要论证的 您方不要企图 或者想要告诉我 有运动有行动 就等同于激进 等同于论证您方立场 再看 如果按照您方的标准情况底下 更激进要加强速度的话 那您方今天是不是为了 速度只要诉求达成 快我可以不理会人民底下的 所谓的公民意识 有没有觉醒 我是不是可以不理会 所谓的相聚选民 知不知道我的诉求 我只要继续占领国会 占领到我的诉求达到为止 法内那式运动 我不需要理会别人关不关注 只要我占领到 有一天政府愿意点头为止 这是您方想要的方案 请问这种求坏 却不理会底下 公民意识绝不形成 不理会您方所担心的 民主成熟度 有没有重要情况底下 为什么您方可以为了 所谓的速度快 就不理会 应该承担的代价 对马来西亚未来的公民社会 民主成熟度而言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您方要交代 各位诉求当先 我们学会了不再沉默 但不代表我们除了 更激进的路线以外 我们别无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 竞选我们选择的不是更激进 而是像对方被也赞成的 温和派底下的 加强组织性的运作 把散落各地的力量 组织化起来 并加强各地能够 自发组织起来的运作能力 面对施政不公 当乡区选民更多 依旧选择国阵的时候 要加强的是 大家对于基层运作的意识 加强大家了解自身处境 跟自己权利的 这一种选举意识的提升 公民运动要真的 不是首个围城 快速把国阵拉下台的 这一个头衔 而是要让人民正气 到最后走向全民监督 这个更美好的愿景 谢谢 谢谢反方二边 现在我们有请正方 向反方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方你好 请对方便有告诉我 今天人民的权利是什么 什么东西的权利 在民主的这个制度之下 我们人民应该怎么责任和权利 应该关注公共课题 是 所以我们关注公共课题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是什么权利 我们投票权对不对 有投票权是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 好比如说乡区选民 连投票的具体意义内涵是什么 什么叫票票等 所以今天 他非常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的公民运动 无法渗透力到那一个地点 是 渗透于是民方的点 刚才达成共识了 对 再来问你的为什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我们的诉求 一定是要占领国会的话 那个是人民的权利 是民方的更激进 是要以更激进的方式 我们没说过更激进 就一定要占领国会 对方便有 那民方今天是没有什么 想要论证更激进的 就是我们必切需要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的形势已经很危急 我们必切需要去前进 对方要前进 跟要激进 对方不要混淆 不然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完全没有混淆 今天对方朋友 如果 我问你 如果现在 经文自由已经被限制了 是 我们怎么让 告诉所有的人 我们的 我们今天的 现实状态是什么呢 所以我方才说 要进行温和持续的选举 交易活动 跟提高公民律师活动 持续的成功打破这个局限吗 我国已经独立 57年了 迈进58年的情况之下 如何打破 对方要让全民关注 在能够咱们注求聚焦 而不像您方 更激进 不理会全民 关不关注 不理会道德 我们就是要关注才更激进 在上面有 现在选举各种不公 选举各种不公 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能够让 民主体现出来 我们要的就是民主 就是人民选政府 而不是政府选人民 但是现在 连民主都不足 连选委会都无法 都已经偏当了一方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公平 所以方娘告诉我的是 更激进的情况底下 我怎样让人民突然间 懂得民主 为什么更激进的占领国会 人民就突然间 懂得我们应该要飘飘 再次承认 我们没说更激进 等同你占领国会 这方面有 好 谢谢 好 现在我们请评审 贴下手中积分表格 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我们将请正方三变为我们进行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有请 今天对方朋友不断扣我放帽子 激进就等同于占领国会 激进就等同于要制造暴力事件 激进等同于流血事件 我方说的激进是更有组织性 今天我如果一个人潜入内陆 去进行我们的省觉运动 可能我激进了,我带领三个,四个 甚至一群人进入内陆 这个就是我们的激进 我们的激进体现在于我们更有组织性 我们更加努力地去执行所有的一切能力 去执行我们应该执行的任务 今天我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国家的危机 我们已经发现到了我们在不断攀升 我们已经发现了许许多多 如我们新闻自由的限制 已经让我们无法让民众了解到 我们真实的大马的面貌 今天选举会各种的不公 选举会的有心偏差 当我们今天发现到 我国今天政府是由47%的选民 所选出来的政府 而51%的民连却无法执政政府 这当选者的时候 民主的体现在哪里 今天我方所说的就是 公民运动是体现民主的一种方式 公民运动它就是要教育我们大众 民主是何为 我们该如何以公民的权利 去执行我们民主的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到的事情 当我们一些资讯都无法传达后顶 当内陆等等 此类较为偏僻的地方 或者说西马较为偏远的地方 无法了解真正民主的时候 独立57年来 我们的温和派 有让他们了解到这些东西了吗 没有 所以我们应该更激进 让所有的人知道民主的利益 民主是何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今天当我们媒体已经被操纵 当我们的选票 已经被洗劫的时候 我们无法再做事不理 无法再容忍 我们我国再让同一个当权者 在我国上贪污腐败 做出种种的不公情况时候 继续再当选我们的国家 多50年 我们等不得 所以我们应该更激进 在我们双方都想达到一个 循序渐进的时候 我们都想要达到的就是 民主的成熟的时候 对方便有今天不管主力 他不看当选者所掩盖的媒体 他不看当选者 刻意对内陆的事实的隐瞒 他都不看 他说我们还是可以温和派 可是没错 温和派 我们都发现到了 温和派 竞选们的温和派 其他温和派 这些都是温和派 但是他们可以达到数据了吗 他们已经成功 让他们的数据达到了吗 没有 所以我们是不是 应该更积极地去做呢 谢谢 谢谢正方三变 现在我们请反方 对正方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对方你说我国 现在出现很多弊端 所以看应不应该 就要看何者 能够突破障碍 是不是 是 好 请问你 在这个选举复工的 这个问题之上 书面抗议 集会也做了 是不是 更激进就占领国会 自己去划分选区 我们没说提论到这个 不要这样 请问 请问你要怎么更激进 我们更激进 告诉全民 我们现在我们人民 应该有权利去选政府 告诉全民 同样在不应该认基金的时候 也可以做得到的话 请问我们做到这个地步之后 你要怎么更激进 这方面有请论证 做到这个地步之后 如果真的做到这个地步的话 今天政府 我们已经换了 进选门也有在 提醒公民教育 集会也做 书面抗也做 现阶段 你认为更激进的方式 是什么 直接交代 有吗 现阶段 我们应该更多 更积极去做这些事情 更积极去做公民教育 做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是行动升级 更激进 当然今天我们必切 需要这个行动的升级 我们需要更加快脚步 请问对方 行动升级 所以我们从集会到占领 算不算行动升级 不算 为什么不算 行动上没有升级吗 还是你不愿意承认 占领法 这个占领 因为你认为不应该 我没说不应该 好 应该占领 我也没说应该 那你的立场是什么 对方 你的立场是什么 这是一个不恰当的行为 我们不是提倡这个东西 我们也没有应该 行动升级到占领 你认为不恰当行为 不应该 请问你 那么是不是 请问你了 在绿色集会上面 莱纳斯西图厂还在 所以你认为 再更积极的话 我们就直接向国会 在那边呐喊占领 是这个意思吗 对方便有 这些企图告诉你 今天是革命事件吗 那喊占领 这是革命事件 所以更积极往行动升级的时候 你就认为不应该 那么你认为了 为什么在缅甸 昂山树基在面对军政府面前 他用的不是行动升级 而是和平谈判 他错了 是吗 对方便有 今天是谈我国 不是外国 好 我再问你 我国的例子 你该说更积极占领 不应该 看其他国家的借鉴 也不应该的时候 你的立场不能成立 谢谢 我们请反方上便 为我们进行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听到这一边 相信大家非常混乱 因为今天对方 到底要占什么立场 跟我们讨论这个变题 是对方一直交代不到的 第一点 对方的组织性 对方一早就承认 组织性是双方都可以做的 不管是温和或者激进 都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不算公民运动一环 对方持久性 温和也在做持久性的运动的时候 对方这个也不能成立 对方渗透性 在温和的公民运动里面 也有渗透性的时候 对方这个不能成立之后 对方之后剩下一个底线 就告诉我们 要看哪一个速度 那我方今天针对对方 这一个点 就发出了几个疑问 首先你要比速度的情况下 为什么重复的 在做同一件事情 对方承认要做公民教育 为什么重复的 在做一件事情之后 他突然间变成更激进 我方告诉你 对方今天竞选们 同样不做机会了 反而做的是公民教育 从走上街 变成公民教育之后 在对方的概念里面 变成了更激进的体现 从游行走到之后 我走入相须 变成更激进的体现 这不需要 我们方不用大话篇幅 跟大家讲 大家实际想一想 为什么从更加强硬的态度 到对方这个 我渗透相须之后 变成更激进 所以请对方 不要再用这样子的论证方式来论证 他方立场 因为这样子讨论没有必要 对方要直接告诉我们 你更激进 马来西亚今天已经做了这一步 已经做了集会 游行之后 您的下一步 要八大诉求达成 究竟要做什么 如果对方要倒退回来 变成要推行公民组织的话 我告诉你 这是竞选门的选择 竞选门有这样的选择 是因为竞选门选择了 是温和非暴力抗争 为什么温和非暴力抗争 突然间变成对方的更激进的意识 所以对方这样子的讨论是没有意义 接下来你不要请对方给我理性 你到底更激进 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的八大诉求才能有效达成 你的马来西亚种种问题才有效可以被解决 如果对方所谓的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话 我方很奇怪 今天解决问题要不要看代价 如果对方今天又怕代价不要占领 又怕代价大的话 对方你要效果不要代价 你到底激进的都要在哪里 如果交代不到的话 对方其实不要更激进 对方要的跟我方一样 都是要保持温和 这样子今天没有讨论的必要 再来对方说 大家各位 我方今天的论点 不是要告诉大家 在不激进的情况下 什么都不做 我方要告诉大家是 今天我国的公民运动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要的效果是传达这一个诉求 让更多人知道 人民的诉求是什么 这两点已经做了 我方说 他公民运动他已经做了 他该做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在迷信公民运动 可以带领我们达到八大诉求 这也是竞选门主席玛利亚承说的 不要再迷信机会可以带来什么 我们要的是组织性的去强化 从基层做起 让人民知道你的 要怎样做到飘飘等值 为什么从组织性做起 从基层做起突然间变成更激进 对方不要再错误理解了 再来如果我给对方一个画面 如果对方要论证更激进的话 对方应该论证 要像泰国那样子 从贪污腐败一时的占领 不能走到最后是要造成暴乱 才是更激进的画面 谢谢 谢谢返桑 现在我们请正方对返桑进行咨询 好 对方朋友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的目标 是不是达到民主 公民运动是不是能够达到民主 共同的目标 我们能不能达成这个公司 是诉求要被传递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诉求 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我们激进的步伐就是 我们现在向我们诉求跨前三步 而对方是不是提倡一步一步来 对方要具体招待你的跨前三步是怎么跨的 那个才是今天双方的区别在哪里 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说我们为了发了 我们也在扩前 好 对方朋友你听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要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们就采取更激进 就是说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直接走三步 对不对 直接就是自己占领 然后自己获分选期 这是直接 我方可以这么理解 好 那如果 所以对方是认同我的这个理解 对吧 对方朋友你一步一步来对不对 对方理解了 好 那如果对方便有说 我们的激进会导致人民霸占国会 那如果对方一步一步来 等到对方走到那一个阶段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达到一样的效果 不是 如果我的方式已经有成效 人民有公民意识过后 不用走那一步 国家就已经平安无事 对方朋友请问你要等多久 这一点你要等多久 那还要等多一个57年吗 可能这个诉求才能达到吗 对方 为什么不能等突然间 要冲动自己跑去画一画 我国的公平选举就突然间单身 是对方要交代的 好 对方朋友今天 这不是我的论证责任 提倡的是慢慢来 对吗 慢慢的 把公民意识交给乡村地区的人 踏实经营不是什么都不做 好 那我没有说什么都不做 我是慢慢来 好 所以是踏实经营 我纠正那个词 那如果错误的公民意识 已经在那个乡村民众的心里 根深蒂固的话 你现在你告诉他 你个公民意识是错误的 那请问你要怎样把它改正过来 是温和的教育他们 可以纠正他们 对 如果他已经根深蒂固 觉得我现在就是政府派的糖果 所以这份要叫他们编报名之后 我没有说他要编报名 所以就慢慢教育好好的点 谢谢 谢谢双方变手 现在我们请评审们 填下手中积分表 谢谢工作人员 现在我们请正式为我们进行 总结一 时间为六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今天对方要成立他的立场的方法 就是一定要否定我们的立场 他说我们的组织性 我们的广泛性 我们的持久性不成立 在于他温和的态度 也可以 他可以用温和的态度 来做他的组织性的东西 就是他们所谓竞选门 走温和的路线嘛 所以今天对方没有看清楚的 一点是什么 他分不清楚什么是态度 什么是方法 组织性是一种方法 而温和的态度 或者激进的态度 同样都可以达到组织性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要用激进的态度 今天有组织性了 对 竞选门是一个组织 我们说要走更激进的路线 以达到这个公民运动的成效的时候 就在于在一个竞选门里面 我们更激进的态度 体现在于我们可以有一个法律智囊团 我们可以有其他的智囊团 来意义更有制度的体现 这就是我们激进体现的态度 第二点 今天对方便有 一致在向我们阐述 阐述什么是更激进 他的更激进 他就找了一个很好听的英文名字 他的字典里面告诉我们说 更激进叫做radical 而radical 给他们华语的翻译 就叫做手段强硬 所以他把这个手段强硬 就预设在了我们今天的立场上 他告诉我们什么 对方今天预设的 我们的国情的情况来说 激进更激进的一个公民运动 一定会走向 一定会走向暴力 一定会点荡我们的社会次序 所以对方今天的例子就是泰国的 泰国的暴乱 可是他们他这边没有看清楚的是什么 泰国的暴乱是一种公民运动吗 我们说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的发起是 不会偏向任何政府组织的 而今天泰国的暴动事件 是由公民发起的吗 不是 他们是由他们的反对党所发起的 他们是由军方介入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说这是公民运动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他们的暴动就一定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吗 我们今天国情不同 第二点就是 对方今天还要说我们的手段强硬 相反的 他们走的是温和路线 所以同样是一步一步 就我们的拿我们的组织性来说 同样是一步一步 我们都认为可以达到成效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 为什么我们要更激进 更有迫切性 它迫切性就体现在于 今天我们公民运动是一种态度 可是我们有发现到吗 我们有很多阻碍 有很多阻碍的时候 你与温和的路线 在向前一步的时候 你的阻碍 也就是我们今天当权者的不正式 又打压回你 你又退一步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你公民 你的公民的运动的成效 谢谢 谢谢 谢谢正方四变 现在我们请反方四变 为我们进行总结一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整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对方告诉我们说激进 本身是一种求丧进的态度 为什么这么只认为 对方便有认为 今天马来西亚的公民运动 本身不够上进 所以他认为今天激进 是一种上进的体现 但是我方认为 无论是今天你选择温和也好 还是选择激进都好 其实上进本身 是某个组织的态度 为什么某个组织的态度 不等同于今天你选择的路线的时候 为什么对方可以把态度 等同于更激进的体现 这是为什么我方一直要找出 激进原点原意 radical要表达的是什么 radical表达的是 你选择了一种大破大力的方法 来进行你的公民运动 如果说说你今天选择这种 比较温和式的方法 来做你的公民运动的路线 如果说对方的推论 是可以成立的话 对方认为只要我向前 跨得比较大步 走得比较快 就叫做选择了更激进的路线的话 那对方便有 我方有一个类比想要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说今天我选择当艺人 我走的是玉女的形象的话 是不是我走得快一几步 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 不是 因此今天判断激进与否 从来都不是用来看谁走得比较快 而是看谁用什么样方法走得比较快 对方便有今天认为说 更激进的方法比较好 但对方便有从来不看我国的国情 我们过去我们从书面抗议 走到了和平示威 走到上街游行 这是我们的过去 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变题的时候 讨论我国是否应该走更激进的路线 这是为什么我方不断地问对方 如果我们过去所作所为 是已经叫为足够的话 如果说如果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足够 更激进的画面是怎样 对方便有选择逃避的方法是什么 他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不提倡暴力 但重点是 我方告诉大家 更激进的画面 选择其实只有占领罢工 甚至是抵制这种种情况的时候 甚至最严重的是武装斗争的时候 为什么我国不应该走这个画面 当选择更激进的时候 马来西亚有什么先天优势 不会变成这个画面 是对方在自由变当中要交代 这是为什么我方告诉大家 在泰国的例子当中 在泰国的例子当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到 当泰国有出现政变的时候 是人民的力量才组织了不少这样子的行为 从原本的抗议上街游行 到占领金融中心等等 到现在人民甚至已经不要民选 而选择人民议会的时候 为什么这种同样因为一个糟的前提之下 就可以很理性的告诉大家 既然情况已经这么糟 我们选择更激进混坏来更好的成果 所以我方想要告诉大家 情况糟从来不是判定 要不要更激进的标准 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应该建立在 更激进效果大小 还有代价的承担方面来讨论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终点 谢谢 谢谢反番四遍 现在我们再次请我们的评审 填下手中的积分表格 另外也请各领队 准备接下来的指导环节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指导环节 现在有请双方领队或代表 对你们的变手进行指导 时间为两分钟 计时正式开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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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便 感谢观看 现在我们 感谢观看 请请 感谢观看 对方 在观看 温和的路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些社会 我们 对方便 谢谢 对方便 在 好 现在 对方便 我们请 就是你们 为什么 对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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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便会 对方便 对方便会 对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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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对方便会 这个东西 是真的是 对方便 对方便要 有点 对方便 就是跟你说 对方便 就是 但但 可以值得 对方便 对方便 你 对方便 对方便要 对方便宜 对方便会 对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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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对方便宜 谢谢 对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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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便宇 对方便宜